怎樣期?有沒有左右 沒所謂 Hello 大家好 我叫Hyphen 今年29歲 我真的很喜歡吃魚 多錄幾個 多錄三四個 Hello 大家好 我叫Hyphen 今年29歲 我真的很喜歡吃魚 我們在小食上最突出最突出 就是我們的封面那個產品 炸魚沒有薯條 炸魚沒有薯條就是裡面沒有薯仔成分 整條都是魚肉 它是7cm長 0.7cm寬 你發覺7cm的魚肉味道剛剛好 不會像5cm一樣 只能吃到外面的炸漿味 而沒有裡面的魚肉味 還配合我們三款醬汁 三選一 我們有雙子醬 蟹黃醬 和黑醋豆醬 我們的小食有一個叫炸魚狗腸 炸魚狗腸 其實就是假裝一條熱狗腸 一條熱狗 但裡面就沒有小腸 這個成分 裡面就是全部魚肉 再配合Honey mustard 這些醬汁 上面灑一些煙肉碎 和魚肉很小很小 切粒出來 再炸它 脆脆脆脆 好像荷荷米一樣 Fishthorling 魚仕者 想把香港人傳統熟悉的味道 和食物 薯條 熱狗 麵 都好 加一些新的元素 就是魚 當年想用魚來做一間餐廳 其實我每次出街吃飯 都會想 那樣東西可不可以用魚來做 那樣東西可不可以用魚來做 直至現在都是 每次出街吃一餐都會想 大部分包括魚面 炸魚母薯條 炸魚狗腸 等等 都是用海魚來做 我們大概會用門線 狗棍 紅衣 臘魚 剝皮大眼雞 等這些來做我們魚肉 亦都會做魚湯 一條魚 當它有連骨 連頭 其實大概只有三至四成 可以做到我們做的事情 就是因為受疫情的影響 其實我們一開始很浮動 生意很混亂 大概用魚肉來計 我們用叉生意的時候 我們用二十斤魚肉 來做完所有事情 即是魚麵 魚狗腸 但是生意的時候 現在慢慢疫情開始好一點 生意真的多了 我估計到大概四十斤左右 一天用四十斤的魚肉 接著我們用機器 攪碎 加入我們的調味 也要加入冰這個元素 因為冰才可以令到魚肉 比較低溫 如果你太少冰的話 會做到一個太死實的感覺 五款湯魚麵選擇 魚湯魚麵 我們的湯有四款湯 第一選擇 白酥酥的魚湯 紅薄薄的麻辣湯 黃甘甘的咖喱湯 和清清的木魚湯 未必每個人都會吃魚 所以如果真的不吃魚的人 可能會叫朋友 啊 我不吃魚 不要吃這間了 別初來 所以我們都會給大家一點選擇 除了魚麵 還可以選擇米粉 或者米線 因為這些都是白色的粉 相對來比較適合魚湯 魚麵大概是50% 魚肉左右 我們還有適當的調味 還有一些冰 水分 還有極少量的澱粉 因為其實傳統的魚麵 是潮汕地區 他們用100%魚肉 但我們就覺得 其實它只不過是 拿到魚肉爽彈的感覺 而它是沒有了 好像吃魚麵的一個麵 一個煙能的感覺 我們還有五款的拌魚麵 自己師傅自己打的醬汁出來 去拌這些魚麵 包括有麻辣醬 有芝士醬 忌廉醬 胡麻醬 還有白色的泰色下頭油醬 店位是6月2日剛剛租了 那時候我五月幾 一直在看店 不時那個時刻 香港是很好 我們覺得700萬人 都留在香港 一直在香港消費 但當然我們都有做一條後路 因為香港以外 整個世界都是比較亂 疫情都是很亂 所以我們都知道會不會有第三波 第四波 第五波 Touchwood 希望不會有 但是如果真的有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正在做這個 趕快去買賣站 就好像這裡 有一個QR Code 其實這些QR Code 就是叫外賣的時候 客人可以直接掃到QR Code 然後自己點點點 點完菜之後 就可以直接給Apple Pay 或者填回Credit Card 環保也是我們其中一個的著重點 所以我們的所有外賣 我們的外賣package 是不會見到膠的 我們通常是用一些粟米膠 用一些PLA7的膠 來做一些這些外賣盒 成本的確是貴了一點點的 但我覺得這樣才有一個sustainability 也在這裡啦